哈喽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鸡蛋壳的妙用 主要是用于里下两点 不管你是有一个大菜园也好 还是你把菜种在小的花盆里也好 这个方法都非常好用 第一个呢 就是它能够防止 蜗牛之类的软骨小昆虫去吃你的菜 你要是做第一步的话 就把它搬成这么大就可以了 不要太小 因为它边缘呢就非常的像个玻璃 那么slug还有蜗牛一往上爬就会被刺到 就不会再去了 这是鸡蛋壳的第一妙用 第二个妙用呢 就是把它磨得很细来做蛋壳肥 洗干净以后呢 拿出去晒一晒 砸它的时候方便 天气太好了 晒之前尽量洗干净 过了一会儿就拿进来 把它搬成这个样子的 不要太细 这样就可以了 鸡蛋壳防鼻涕虫 要比你买的那些化学农药要好很多 因为它无害 这就是我种的豆子 不要把它弄得很细 这么大就行 就这样放在这上面来 看不大清楚 现在太热了 它就不会再来吃你的这些叶子了 我第二步做的呢 其实也就是主要给它补充钙质 我就得把它砸得碎一点 尽量给它弄成粉末状 要是你家里有中药粉碎机 那就更好了 但是炸果汁之类的粉碎机不要用 那样会把机器给弄坏 做蛋壳肥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它磨得细一点 那样就方便土壤吸收 就不能像第一步那样 那么块头大了 就越细越好 就这样会弄得很碎很碎的 那这机器叫什么呢 我为什么买那个机器 再接着砸 这样方便了吸收 我以前呢 还就把它砸碎了以后 每天早上喝这么一小勺 你也放到smooth里面是最好 它就补充钙质 对牙齿呢 能坚固牙齿之类的 但后来我也停止了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不小心 就敲到气管里很难受 所以鸡蛋壳是挺好的 打成这个样就差不多可以了 变费为宝的鸡蛋壳做钙肥 你的更细会更好一些 看这些大颗粒的 我刚才撒下去的 然后这些小的呢 这样 树莓 蓝莓 草莓 草莓 今天就弄这么些吧 多了也没有了 长 草莓 没长好 你看这个吧 就像slug吃掉了 你找出新的牙来了 晚上再浇水 现在还又难热 这我的蓝莓 两年了 看 是不是很简单 最好的就是成这种粉末状 这最容易吸收了 这得用打粉机来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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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